这轮全球股市的暴跌 日本上个月底宣布的加息呢 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也是导火星啊 我以前给大家说过啊 在此之前 市场上一个流行的交易呢 就是卖日元买美元 所谓的cary trade 日元套息交易 这个交易呢 吃到了美元比日元存款利息高的好处 同时呢 也吃到了日元贬值的好处 一鱼两只 大家当然趋之若鹜了 这笔交易市场做了多少 大概20万亿美元 规模那是相当的庞大 那现在日本加息 日元升值 美国这边呢 因为经济问题呢 也要降息 这吃鱼的游戏 不就要倒过来了吗 一方面啊 反向的日元套息交易呢 是美元抽水 日元回牛 对吧 这不就是要让大家卖美元资产吗 这么大的量 同时卖 直接就暴利了 给美元资产这边去杠杆了啊 造成了美股 以及顺带西方其他国家的股市 这边就普跌了 另外一方面 你可能会问的 那日元回牛 不应该是资金去日本了吗 为什么日本股市 这时还暴跌的更厉害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些日元呢 很多本来就是借的 2021年以来啊 日元贬值 和日本股市的飙升 完全就是日元套息交易的 2.0高级玩法导致的 典型的例子呢 就是人家巴菲特老爷子做的 我拿美元资产做抵押 或者我直接用我的信用 借入日元 这些借来的日元干嘛呢 买入日本的股票啊 巴菲特老爷子买的是日本的五大商社啊 刚才说的 日元套息交易是一鱼两吃 巴菲特呢是可以做到三次啊 除了吃到日元贬值 美元利息高的福利外 还可以吃到 日元投资在日股上的收益 厉害吧 不过这事也不是光他一个人在做啊 一堆人都在仿效呢 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日本的股市不断上涨 那现在日元套息交易要逆转了 同时呢 因为日本加息 为了防止日元负债成本上升 投资者明智的做法是什么呢 就赶紧把日元的负债给还掉啊 这样做呢就少付一些利息 对吧 那怎么还日元负债呢 很简单 你赶紧把你手头的日股给卖掉啊 所以说平仓日元套息交易 第一步呢 就是要干嘛 就是抛日本股市 这样解释大家明白了吧 所以说套息平仓交易和衰退的担忧呢 现在是成为了破坏目前风险偏好的共盟啊 大家还是记好安全带吧